中国的GDP在涨,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沉沉地涨。 目前国内自拍和玩极限运动的人数正在持续猛增,正处在一个增长最快的阶段。 这自然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当然除了这一点外,推动自拍和极限运动的另一大功臣,就一定非数码拍摄辅助配件莫属了。 今天卡纳雅为大家隆重推出一款小椅防水壳,本款防水壳针基开模,一体完整模具度速而成,有效防水60米,采用环保优质亚克里材质。 下面为大家演示防水壳装机,拿起防水壳我们看到防水壳做工精致。 在防水壳顶端有一个黑色三角图号是防水壳锁扣。 将锁扣向右扣动,打开锁盖。 打开锁盖后,就可以直接打开机舱盖。 拿起我们的小椅相机,对准正确的方位放入相机,合上舱盖。 在锁上锁扣我们,就可以进行水下拍摄了。 装机后,我们再看看防水壳按键。 先试试开机键我们听到滴滴滴,相机开机没有问题。 再试试拍摄按键,滴滴拍摄按键也没有问题。 再试试无线按键按一下蓝色灯长亮也没有问题。 拆机和装机一样。 先向右扣动锁扣。 打开仓盖,就可以取出相机。 接下来我们用自拍杆,在1.5米水深测试,防水壳是否防水。 先扣动锁扣。 打开锁盖。 再打开仓盖。 装入小椅运动相机。 盒上舱盖。 锁好锁扣。 按一下开机键。 再按一下拍摄按键。 顺便拍摄一下水下效果展示给大家。 装上自拍杆。 现在我们下水试试。 reachрим了。 快看看 ja去规范动 TL saveler。 至于是 Naw 심��投降下宇了。 走进广 religious语。 我们下水试试试。 起来 is看4 мне盒不 manageable的声音头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